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的礼仪 这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仪器 现实中 很多年轻人没有基本的礼仪和规矩 到哪没大没小 不懂得感恩和孝敬 这就没有了基本的教养 通俗了说 为家教 家教曾经被古人看得很重 倘若骂人 一句没教养 要比骂娘还更有内涵 但是现在 在儿皇帝遍地的时代 很多人似乎都忘记了基本的礼仪和教育 培养出来很多自私自利没有修养的孩子 传统的文化传统正在丧失 观众一边倒得夸赞泄嫌妻的好 实际上是对寻孩子一种谴责和批判 今天 两段视频在小边的朋友圈疯传 视频中一男孩打奶奶 拉都拉不开 很多人看后 心里很不适滋味 人们在纷纷谴责男孩举动的同时 想得更多的是孩子教育的话题 画面上看出 一位十多岁的小男孩 将奶奶推倒在着 骑在奶奶身上打了好几下 奶奶躺在地上呻吟 男孩站起来后 还不解恨 用脚向奶奶头上踢去 经了解 男孩独自年纪 才十二岁 据小区居民说 跟现在的很多家庭一样 男孩从小一直娇生惯雅 世家里的小皇帝 有一点不顺他心意的就打人骂人 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把他当宝贝 不忍心训斥他 只能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因此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自己不打 将来会有别人替你打的